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就在快要关手机时 一个平台转载了我的文章 通常我都会在群里表达感谢 这样的习惯我坚持了整整三年 发完以后我就准备休息了 但这个作者也在群里 于是他立马在群里发来 一个鄙视的表情 我猜他肯定是因为我都没及时回他信息 老实讲当时看到后 在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些不愉快 但我什么也没说 也没有去理会 这件事就风轻云淡的过去了 其实人越年长 你越会发现 在这个世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解释 也并不是所有事都需要去澄清 尊重和被尊重 理解和被理解 都是相互的 放下去取悦和讨好所有人的想法 放下去求得所有人认同和体谅的奢望 人就会活得特别通透和自在 不纠缠 一个朋友跟我提到一件事 前几天 他很早到地下停车库 准备开车出门上班 结果发现有一辆车 正好挡在了他的车位前面 他根本出不去 当时他要赶时间 于是立马打电话跟物业联系 让车主把车移走 谁知道他站着 等待了将近半个小时 结果车主才一脸怨气地走过来 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 并且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么早 慌什么啊 朋友当时心里也是 有万分的不舒服 很想跟这个人理论几句 但后来想一想 还是算了 最后 那个车主慢慢吞吞 甚至还带略带故意拖延 才把车开走 但朋友一直保持沉默 事后朋友说道 遇到这样的人 根本不必要跟他纠缠 你越去纠缠 反而越浪费和耽误时间 在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人 他们满不讲理 甚至没有素质和礼貌 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 原本不是你的错 但却要你去忍受 去承担不好的结果 越聪明的人 越不会在情绪上斗气 毕竟你越去纠缠 越会让自己得不偿失 反而放下纠缠 才能及时止损 不抱怨 有这样一则故事 二战时期 在法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上 据说有一个神医 能够医治百病 有一天 一个少了一条腿 住着拐杖的伤残军人来到这里 人们议论纷纷 难道他是想让神医 再给他一条腿吗 结果这位军人停了下来 回答道 我不是祈求神医 给我一条新腿 我只是想求他帮助我 教我没有一条腿后 该如何生活 许多时刻 我们总会在遇到麻烦时 习惯性地去抱怨 其实 可以改变的 就竭尽全力去改变 无法改变的 就坦然地去接受和面对 凡事都有两面性 所谓的好坏 并不在外在的境况和遭遇 而是你内心的状态 你心态的积极 哪怕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你的心态悲观 再好的事也能变成坏事 一个月是抱怨的人 不仅会找来更多糟糕的人和事 还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满满的负能量 有时 抱怨的话说多了 只会让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但少说抱怨的话 就是少给自己增加多余的烦恼和麻烦 其实 人这一生 活到最后 都是在拼心态 在前半生 也许我们总是企图让所有人都理解你 可后半生才明白 不重要的人和事 其实不必要去解释 在前半生 也许我们总是意气用事的要去论对错 可后半生我们才明白 远离烂人和烂事 不去纠缠是最大的智慧 在前半生 也许我们总是喜欢去抱怨遭遇的好坏 可后半生我们才明白 健康且平安活着的每一天 都值得珍惜和善待 余生 愿你我 放下该放下的 忘掉该忘掉的 以平和的心态 却面对人生当中所有的好与坏 人生苦短 何必虚伪 做最好的自己 远离那些蛮不讲理 没有素质和礼貌的人 人生如茶 是浓 是淡 贫者自知 莫解 人生是一本无法毕业的书 人生如茶 拿得起 放得下 处处春暖花开 心是一块甜 快乐自己种 种下开心 得到快乐 种瓜 得瓜 种豆 得豆 种下善良 得下善果 如同洞见三尺书末 种下莫宝 得到众生好评 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去解释 也并不是所有事都需要去澄清 做好自己比什么都强 越聪明的人 越不会在情绪上斗气 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 越是心态好的人 从来不喜欢和烂人烂事去纠缠 也不会把不值得的事情放在心上 因为他觉得有与他 纠缠的时间还能让自己更加的提升 自己呢 他也更不会去抱怨生活的不如意 因为他明白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抱怨的越多 越是烦恼和忧愁越多 日子肯定越来越差 只有心态好的人 不解释 不纠缠 不抱怨 生活越过越好 未来也会越来越美好 人这一生 韶怀一世 时光偷走了年轻的你我 摩平了我们的棱角和锋芒 偿还给我们的事成熟 成熟的人 总是以一颗平和的心态 慢慢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 看开一些事 放过一些人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 时间着急的 冲刷着 剩下了什么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 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 纵然似梦啊 半醒着 笑着哭着都快活 谁让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情是有风影有水雨 争不过朝夕 又念着往昔 偷走了青丝 却留住一个你 岁月是一场又去无悔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别怪我贪心 只是不愿心 因为你 只为你 愿和我一起 看你的风景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情是有风影有水雨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